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昂可能在心里暗骂 我学过兵以诈力的道理 可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打仗吗 你公孙杨好歹也是公孙 更是一国总理 总不能耍流氓吧 贵族出身的公子昂想不到 落魄贵族国家总理一样可以耍流氓 接下来还有更流氓的 按说情货了 公子昂靠谈判就可以从卫国拿到不少好处了 一照孙子兵法的指导 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战术 但是不仅公孙杨要立军功 三军将士也要拿手机换爵位 所以仗还是要打 于是公孙杨趁着对方群龙无手的时候发动进攻 打破魏军 大约就是因为这一战 秦国和魏国多年来反复拉锯的河西之地终于尽归秦国所有 辞职通鉴是这么记载的 魏惠王吓坏了 派使者向秦国献出河西之地 用土地换和平 然后离开安邑 迁都大梁 还恨恨的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恨我当初没听公书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 秦国确实占据了河西之地 但魏惠王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迁都大梁了 至于魏惠王最后那一句恨他 指的是当年老总理公孙杨的临终托夫 前面讲过 当时年轻的公孙杨来到魏国 在公孙杨所辖做家臣 公孙杨呢 看出了他的能力 临终的时候 向魏惠王推荐让公孙杨继任魏国总理 如果不行的话 就杀掉公孙杨 反正啊 不能让他为外国效力 也不知道魏惠王悔恨的是没能留住并且重用公孙杨 还是没能杀掉公孙杨 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下 给魏惠王一颗后悔药 让他有机会回到从前杀掉公孙杨 他应该杀吗 该或不该 既有伦理意义上的解法 也有功利意义上的解法 两种解法很难不发生关联 如果把这个问题抽象出来重新表达 首先就会变成伦理学上的一个经典难题 如果损害一个无辜者的利益 就可以换取全体其他人的利益 那么这件事应不应该去做 和他相反的命题是 一个社会应不应该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绝对优先 这个法命题是我们更熟悉的 它来自英国哲学家杰利米边庆提出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最常遇到的质疑是 虽然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属于绝大多数 但无论是谁难免会在有些时候或者有些问题上 沦为少数被多数人投票牺牲掉 任何人只要想通这一层就会为了自身的安全 拒绝支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绝对优先的观点 那么就让我们把问题逼向极端 如果仅仅损害某个特定的无辜者的利益 以换取全体其他人的利益 那么这件事应不应该去做 1891年威廉詹姆士在给耶鲁哲学俱乐部的一篇致辞里 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给我们一个世界 足以胜过富里耶贝拉米和莫里斯所描述的乌托邦的世界 所有人都可以永远过上幸福生活 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条件 那就是必须要有某个人做出牺牲 自己去世界的边缘独自忍受孤独的折磨 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后 启发出一篇反乌托邦小说奥拉米斯的孩子 又过了几十年 麦克尔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公开课里 援引这篇小说的情节 重新提出老问题 这场公开课的视频 当时在中国相当流行 你也许还有印象 老问题立万古而长新 至今没有标准答案 而在小说奥米拉斯的孩子的结尾 有一些人默默拒绝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言下之意是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继续享福 哪怕明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 统统建立在某个无辜小孩子的痛苦之上 时间倒退两千年 魏惠王的想法一定是简单粗暴的 假如可以回到公书所临终的那个时刻 管他公孙杨无补无辜呢 你倒杀掉了是 但是这个问题一旦变成历史记载 任人凭说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哲人同样被纠缠进了 那个世界性的伦理难题里边 中国哲人的见解主要分成两派 一派从道德纯洁性利润 一派从行为效果利润 道德纯洁性很好理解 只要一个人是无辜的 那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不论可以换到什么好处 都不该杀他 善的社会不能由恶行造成 或者说如果说做一件小小的恶事 就可以造就一个善的社会 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 因为这样一个所谓的善的社会 已经不成其为善的社会了 至于行为效果 说的是即便卫会王真的退回过去 杀了公孙杨 也不可能扭转未来 南宋学者胡银 就是这么分析的 说如果当初公孙杨确实犯下四岁 杀了他还可以给卫国永绝后患的话 那当然要杀 但如果人家无罪 要杀他来换自己将来的利益 这可不是仁者该做的事 何况天下不只是一个公孙杨 难道卫会王杀得尽吗 卫会王就算悔恨 没听别人的良言相劝 这个别人应该是孟子 而不是公输错 胡银的这个意见是 朱熹在通建纲目里面 摘引过来的 能够得到朱熹的肯定 可见这个意见 可以代表儒学的一大主流的看法 胡银提到孟子 是因为孟子很快就会来见卫会王了 打来很多儒家风格的忠告 但卫会王呢 只顾着富国强兵 对孟子敬而怨之 在胡银看来 如果卫会王能够采纳儒家思想 好好给卫国 顾本培远 这才是治国的政统 人间正道是沧桑 沧桑嘛 当然又苦又累 至于预先杀掉公孙杨 防缓于未染 那种事只能算是歪门邪道 虽然头入小 见消快 但只是饮阵止渴而已 这个道理也许显得迂腐 但如果抽象一点来看 还真的可以成立 至少适用于公孙杨本人 我们刚刚看过马林之战 以孙斌这样的兵法大师 又是剪造 又是社服 一记接着一记 赢的呢 并不轻松 胜利果实也不算很大 相比之下 公孙杨才真是 谭孝贱 强弩 灰飞烟灭 这实实在在 打下了一大片 让清国几代国军 吹仙已久的地盘 那可以说公孙杨 比孙斌更高冰吗 如果把我们自己 换到当时的情境 用谁的打法 更好些呢 如果我们把可复制性 作为评价标杆的话 两种打法 就会显出完全相反的特性 孙斌的打法 最有兵法价值 一方面可以被无限复制下去 常用常心 一方面像唯卫救赵这种套路 就算被对方看破 也无所谓 反正是公敌之所必救 只给对方留下唯一的选项 公孙杨就不一样了 老方子 没法用第二次 吕氏春秋正是从这一点上 把公孙杨 列为反面教材的 说他骗了公子昂的若干年后 因为被政敌陷害 拖家带口要去魏国避难 按说这种事在战国时代很常见 各个国家都很愿意接受流亡出来的高级干部 但偏偏公孙杨遇到例外了 魏国人拒绝接他入境 因为有公子昂的前车之间 不敢去赌 公孙杨这一次是真是假 生怕他又耍什么花招 相比之下 孙斌用兵搞过那么多的诈骗 尤其是简造的布局 现场可以说是一个超大型诈骗机关 但孙斌和田济流亡国外的时候 就绝不会有人怀疑 所以公孙杨的战术虽然赢得轻巧 却等于在个人征信记录上留下了一笔黑量 这笔黑量将来会不会被人卡住 这就是一件赌运气的事 公孙杨当然要赌 先把眼前的好处赢过来再说 是的 正是凭着这一场战功 公孙杨终于升级成了商阳